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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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雖然沒有 你看完回來 但有多一個人看了 不過我覺得 就算沒有看電影的 應該也可以聊啦 好吧 看動畫跟半畫的 因為我個人覺得這一次 Cold Y 他是嘉年華電影 就是他 我個人覺得他屬於你不看 那個也沒關係的片 但是就是 如果你是他的劇迷的話 你是動畫的粉的話 你會看得很開心的那種片 沒有看得也看得很開心 沒有看過的應該也可以看得 因為他的 就是因為他的那個很多都是 基本上把他弄到比較 沒有那個強度啊 就是不會讓你覺得說 我是不是沒有看動畫所以不知道東西 什麼的 基本上就是那幾個 小夥伴你不知道他們是誰而已啊 對 就是一些那種配角 然後會出現 但是好像也不影響 並不影響劇情 因為他這一次是一個 原創任務 這麼說來啊 他就很像是以前我們七龍珠的那種 各個劇場版 你知道嗎 或者是 或者是那種 李偵探柯南的每一塊劇場版 這樣子 對 然後那個什麼 就是每一集 就是每一次劇場版出來的時候 就會去出一個獨立任務 然後這裡 這部片的那個什麼 這部動畫裡面的每個角色都會出來露個臉 這樣子 OK 好看一下 劇情簡介 這是個世界各國都在檯面下進行激烈情報戰的時代 西國情報局對東客 WISE的幹練特務黃昏 洛伊德佛姐在一如既往的執行任務時 接到了上頭指示 要更換進行中的作戰 行動代號蕭的負責人 男人呢 被選為新負責人卻是個無能的男人 他這邊寫來蠻仔細的 對 與此同時伊甸學員將舉行料理實習課程 傳聞中 冠軍將會被授以猩猩 又是猩猩 對 但是你知道 你如果是動畫迷的話 你又在看動畫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安妮亞這一次一定得不到猩猩 你知道 對 要不然怎麼接下去嘛 對不對 好 為了展現行動代號蕭的進展 向WISE交涉繼續執行任務 為了進一步守護世界和平的洛伊德向安妮亞提議 製作擔任審查委員長的校長愛吃的食物 佛利吉斯地區傳統點心 梅樂梅樂 為了確認道地的味道 佛傑一家便決定前往 佛利吉斯家族旅遊 另一方面 約爾在出發前不小心目擊到 好啦 這段 有點可愛 在出發前不小心目擊到洛伊德與神秘女子互動的整段過程 使這場家族旅遊蒙上了一層 對臨時關係的不安 那個約爾 約爾這已經是月經 那叫什麼 她的月經害怕 然後她的隔一段時間就是 欸我會不會配不上她 是不是又要換 是不是她又把我換掉 好 就在前往家族旅遊的途中 安妮亞在列車中發現了詭異的行李箱 而裡頭不知為何裝有巧克力 欸她這個講得太細了吧 連巧克力都拿出來講 對 正當她覺得奇怪時 這應該可以講啊 沒有 我只是覺得好像 好啦 算了這部片本來就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不能 沒有什麼那個什麼 雷啊 我覺得她沒有 對 正當她覺得奇怪時 行李箱的主人返回原位 讓安妮亞嚇了一跳 不小心誤食的巧克力 殊不知 那巧克力當中隱藏的 會動搖世界和平的重大秘密 而在旅遊地意外狀況 近接二連三的發生 世界的命運 再次托付到了狀況百出的臨時家庭身上 好吧 來 誰看過 我看一下 剛剛說有看過 那雞塊哥有看過 就你看過了 這不是很 我想說 應該都會去看啊 應該都會去看 是嗎 因為沒什麼 沒什麼困難啊 啊 就是 沒什麼門檻欸 真的 沒什麼門檻 好 先讓你講好了 你看完了什麼感覺 我個人就是 漫畫跟那個什麼都沒看 我唯一對她印象就只有那個嘛 什麼 挖苦挖苦而已 好像是獨心術 然後一個間諜一個殺手 那是狗 我不知道 是第一開始 有介紹我才知道的 所以那你第一季看到還沒有狗 還沒有家 我都沒有 我只有看漫畫的第一集 才看一點點 前面一點點 然後就 放置Play了 我大概就是知道 就是知道有個獨心術嘛 一個是見點一個是殺手 就這樣子 差不多 然後我看過漫畫封面 我記得因為封面是那個 我做那種 製設的那種 常常看到的家具啊 那個他不是 那個什麼 我覺得封面蠻有設計感的 就是那個那些家具 主要是因為 封面有家具 那你沒有看動畫 特地去看劇場版嗎 因為我聽他們講說 沒看也沒差 而且我看預告片也感覺 好像也差不多 然後這禮拜就真的沒東西看 這禮拜沒東西看 所以就選擇了間諜加加九 Code by 那你看完的感覺怎麼樣 就 基本就從頭笑到尾啊 真的 除了那些 你動畫就是那些黃昏的小 好夥伴以外啊 我不知道他們有一些人 不知道他是誰以外 基本上都覺得還好啊 劇情喔 劇情你不要 管一些神奇的邏輯 就應該都還可以接受啊 像類似口紅可以燒起來之類的 我不知道是有那麼耐燃之類的 對我好像也不知道口紅可以燒起來 好吧 我們很喜歡那個大便之神那一段 喔 你既然喜歡大便之神這一段嗎 我覺得那一段 我一直在好奇說 難道那個安妮亞就拉了嗎 結果沒有欸 他也想說要拉了 然後沒有 他不是因為那一段的鏡頭 的處理方法 感覺起來他是已經要掛啦 我要這麼形容一下 因為裡面有一段就是 安妮亞想要上廁所 然後那個 壞人 就是那個什麼 希望他趕快上出來 然後安妮亞就不想要上 對但是你知道就是 變異濃濃 你知道就一直一陣一陣的 然後你就會看到安妮亞的表情在 然後接下來還有一幕是那個什麼 就是他動畫的那個製作組啊 這時候就發揮了那種情境效用 你知道 快不行了 然後這時候畫面一片白 你知道 就有點那個什麼 小拳王死吹槍 對那個什麼 被擊倒那個什麼 整個好像 或者是被光束 被那個栗子炮光束槍打到 整個白掉 然後就整個 然後這時候突然間出現了一段夢境 我是廁所之神 有一段動畫這樣子 那個什麼 小女孩啊 安妮亞 你不需要再努力了 你不需要再忍耐了 然後就想說靠北 演那麼久 結果到最後他也是還沒讓出來啊 好煩啊 好吧 所以你喜歡那一段 廁所之神 我覺得那段 蠻有表現力的啦 就是 而且那段蠻長的 那段 那段感覺起來隨時都 我都覺得那段 直接拉出來應該可以讓小朋友 你知道 直接給小朋友看那段 搞不好小朋友看那段就會想上廁所 哈哈哈哈 因為裡面有很多那種 那個 因為那個廁所之神 他不是讓他去做一個 那個什麼 載具嗎 那個載具本身就是用放屁的方法 然後再 再那個什麼 再推進 你知道 他每補一下 然後想說 沙條快拉出來 哈哈哈哈 好吧 所以就是廁所之神那段 還有嗎 還有其他的嗎 對 對 有喔 因為基本上真的就是 沒什麼劇情 應該說 他就完全跟主線劇情完全沒有關係 沒有 但我問 機會哥的意思是他反正他也沒看主線劇情 對啊 好吧 對 好 那還有誰看過 果然有看過嗎 有啊 有啊 那你講一下吧 有啊 就對 就 就真的 嗯 欸 就跟其他有講 然後沒什麼 特殊的劇情 然後 就 就這樣 對 你講的那個 就是特有印象就是那個 就是廁所之神 就是便便之神 都不曉得那個便便之神到底是怎麼 他的想像力到底這麼難 而且 好 這副就是 欸 就要形容的話就是 齁 阿妮亞的便便是否可以挽救 黃昏的危機 臭飽 他 然後 然後 啊 可是我覺得 嗯 欸 我我看的時候 我還沒看之前 我大概就預料到他會這樣做啊 因為 就是劇場版的話 要讓一般人能夠 就是沒看過電視版的話 也可以進入的話 他這種就是完全跟主線沒關係 就單獨的一個小冒險吧 故事 是最保險最 最常用的方式啊 就是我整體看起來就是一個 不過不失 就是算劇情還算很流暢 但是也好像也沒什麼特別驚喜的東西 這部電影啊 就是幾個人去冒險的電影 但是我覺得 如果你想那個主要三個角色的話 我覺得 有把他們各自能力發揮的話 我覺得那個魚兒的表現應該是最強悍的 尤其到最後打那個 那個應該是 好像機器人吧 人型兵器之類的吧 好像機器人還是改造人 因為他沒有銘匠 就是一個人型的兵器 然後 他會射出一些那個 機關槍啊 之類的東西 我覺得那個機器人才是負責破壞那艘戰艦的人 對 我覺得最後就是 對 最後是因為 叫大家救火 然後我想說 看那個怎麼整個艙房都是火了 你們用那幾個小罐的 這樣怎麼可能救得了火 然後接下來 那個人出來 摩到大 然後就 然後想說 靠北 就是直接把飛船給拆了吧 對啊 好吧 他那邊戰鬥的 就是他戰力是 魚兒應該是 這裡面發揮最強的 連黃昏在這裡面 其實他也沒什麼 戰鬥發揮的空間 黃昏本來就不是戰鬥擔當啊 黃昏本來就是 他是情報 潛行啊 他是情報員跟那個 可以翼龍 不過我覺得 劇場版呢 的那個什麼 的 把黃昏的那個翼龍能力 已經把它加強了 就只要摸一下 對只要摸一下就可以 有點誇張了 劇場版標配就是那種 會開各種載具啊 我還以為他要想說什麼 我在夏威夷學的之類的 沒有我覺得 我覺得那個最後很好笑 他說什麼 他最後不是要開那個載具的時候 就是要把那個 就是因為那台已經要 墜毀了 對 可是已經要撞到那個 一般人的 就是要 撞到層次裡面了 層次裡面 對他要把他挽救 就是不要讓他墜毀 然後 可是 就靠他一個人 然後那個時候 旁邊那兩個人都很緊張 然後問他 你行不行 然後他就是 這時候 沒關係 因為我以前打工的時候 有學開過 幹請問你是在哪邊打工 可以學到開這種東西啊 沒有但是那個什麼 這部片就是基本上 是很多人物梗啊 對 因為那個什麼 約爾就很天啊 因為你如果看過動畫的話 或者是看過漫畫就知道 對啊 確實很天 約爾是很天的女生 基本上他也是那個 生活白痴 所以你跟他 胡 胡爛他基本上都會相信 沒有 我覺得那個時候 安妮亞的表情就是 你在胡我 可是 約爾就是 就接受 因為安妮亞就是 都是全職者嘛 他是會通靈的 他是心電感應的嘛 所以他知道 他都知道大家的那個時候 的弱點是什麼 只是他就不能講啊 對 約爾基本上就是 他就是神 就是沒有神經的 他就是 笨女人 而且 如果是一般人 有Sense的話 這時候就會察覺 黃昏這個人 一定 身份特殊嘛 對不對 就是等於 已經不康了嘛 對不對 正常的話 就只有他神經大條 約爾的神經打 從第一季開始 就已經很粗了 對 光是那個時候 他跟黃昏認識 然後兩個人 那個要結婚 然後那個 黃昏就在跟他講說 為什麼這麼多人攻擊我 是因為這些人 全部都是我的病人 然後我要給他 打擊療法 這樣子 然後約爾說 他真的有這樣打的嗎 但是他說最後竟然信了嘛 你知道 而且還幫忙啊 所以 好 他就是 只要黃昏獎了 他基本上就一概接受了 對啊 反框 所以有時候就是覺得 這個行動代號銷 那個會成功 主要的問題 也不是黃昏多厲害啊 重點是 因為太笨 你知道 太笨 講一講就接受了 講一講就接受 真的是這樣子嗎 但是我覺得 安妮啊大家覺得 他最厲害是讀新書之類的對不對 可是我覺得 如果以這部電影來講 我覺得他最強的是 搶運 你知道嗎 他弄一弄 就是 欸他最 就是黃昏 他不是有一段是 人家圍攻他嘛 他已經 露出真面目了 然後等下要丟那個什麼毒氣 要攻擊他有沒有 然後安妮啊被綁住了 綁在地下室 剛剛好 剛剛好撞到了 然後突然間天窗打開 我想 這樣嘟了 這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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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運啊 沒有 也不只是 只有劇場版嘛 有時候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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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視劇裡面也有啊 也是常常會 突然弄一弄 把 把對方 不曉得敵人怎麼搞死了 也有啊 對 那個沒有 啊對啊 那個 因為這個故事 通常那個 遠藤達塞都幫他設計的故事的對手 都有點笨啊 對 像這一次那個什麼 他們設計了兩個那個 摟摟 是兩個摟摟 還是故意有個性的喔 有一個是 很很很 沉迷於占卜的啊 占卜 有點迷信 對迷信啊 就是 我占卜 我的衛生紙占卜很準 知道人家哪裡 對啊 好吧 他突然 有一次 有一個人 就是突然 就是 他找到安妮亞的時候 他好像是用什麼 那種 好像測量水的 那個找水源的 那什麼 兩根棒子那個 交叉的那個 那個 那個蠻可愛的啊 對 一款就來是 測水的啊 對對對 然後就 找水源的 找水源的 那個 土法煉鋼的方法 這樣是不是 是啊 結果拿來找人 蛤 對啊 還有這一招啊 他基本上 應該是 一直在一些小地方開玩笑 就是讓你 你如果知道的話 他就知道他在幹嘛 這樣 沒有 我覺得 反而那個 你講的兩個角色 反而比那個 真正的那個 大反敗塑造的好 那個大反敗 反而沒什麼 特別的 沒有好表現 可惜 明明我覺得 我期待他有好表現 雖然他剛出來的時候 我覺得 不是 不是 他剛出來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角色超好笑 你知道嗎 不是啦 搶甜點 對搶甜點 我想說 媽的 跟小孩搶甜點 超級壞 超壞 你知道 有你這種人啊 可是他 可是他 他是有用公平決鬥的方式 不是 問題就是在於 你跟小孩這麼認真幹什麼 那個什麼 我要這麼說啦 我要跟那個 實況裡面的人 稍微解釋一下 對 反正故事裡面就是 他們不去找那個 神秘的那個甜點 沒落沒落 反正就是只有在那個 小鎮上面有做嘛 而且是那種 很少見 就是所以他們到那個店裡面呢 就是 那個什麼 店老闆還可以說 你們好幸運喔 還有一個 然後那個時候 一家三口 就看著那個梅羅梅羅 哇好棒喔 這樣子 然後那個安妮亞就插下去要吃的時候 然後這時候突然間那個 門打開你知道 就哇 直接藏進來 一個那個穿著那個 軍服的那個大男人走進來 你知道 那個什麼 這家店真好啊 這樣子 然後坐下來就點這樣子 然後那個 店裡面還在講說 沒有我們這個是家 家庭才可以吃的 然後完全不理他 你知道嗎 然後還點那個 我覺得他那個 就是把設定 就很像以前希特的那什麼 那叫什麼 蓋世太保啊 對啊 就做威做福的那種人 就走進來 然後還背上披披披風 然後留鬍子這樣子 然後進來以後 然後就 那個時候他要點梅羅梅羅 你知道這個 然後結果 老闆說 只剩最後一個人 然後就說 那邊不是還有一個嗎 然後小孩拿著 然後就把他搶過來 還會要幹 這個大人 怎麼這麼壞 你知道 然後 然後這個時候 爸爸那個時候 黃昏還過來 那個時候想要挽回 你知道 不好意思 這個我們 我們家小孩很期待這個 你知道 然後這個 我們這個上校 這個 這個上校 沒想到還說 不錯吧 那個時候 要不要賭一下呢 我說小孩 媽你賭殺小啊 一般大人 一般大人 看到說小孩想吃 都把會讓 你知道嗎 你 那個時候 既然想要搶小孩的東西 人家跟你要 你還要跟人家打賭 我想說 媽 好壞 你知道 那個時候我就已經在偷小 說 媽有你這種大人 你知道嗎 就是 不惜搶大 搶小孩的食物 然後還要跟人家賭 然後才賭贏 然後 這邊還有一段 就是在展現他的實力 有沒有 那個 超厲害 美食嘴 就在講說 我很知道 那個時候 不要忘記 我不是普通的男人 那個時候 雖然大家看我是個普通的男人 但是 那個時候 我以前可是很厲害的 然後 所以他就吃出每一個甜點的那個 那個時候 用的是什麼糖 什麼之類的 然後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 哇爸爸好厲害啊 結果沒想到這個 我們這個軍人 上校 出登場 就是要給他一個威能 知道 就 太天真了 然後他寫出來 他還說 總共這個糖 用了幾克幾克這樣子 然後 這麼厲害 然後 結果 搞老半天是一個 很喜歡吃甜食的壞人 你知道 對 因為他找來的那個東西裡面 就是一支 那個寶箱裡面 就是一顆巧克力啊 結果被安尼亞吃掉 然後 安尼亞還在那邊思考說 這個巧克力怎麼 怎麼會是那個 動搖 動搖那個世界局勢的巧克力啊 他的腦袋裡面 結果還有一個小劇場 這樣子 他說啊這個 這個巧克力的那個配方 太棒了 所以 所以那個什麼 所以會動搖果本啊 什麼之類的 你把的 亂想 其實不是 沒有巧克力一卷不正 他會演那個小劇場 然後那個小劇場很蠢 你知道 好吧 好啦好啦 那個什麼 來繼續繼續 結果 沒想到 是巧克力裡面 糖有東西 巧克力裡面有 微縮膠卷 也不用那個啦 這部片 基本上沒什麼雷 你知道 但是安尼亞一開始就 安尼亞一開始就一個動畫 拿出來 啊啊啊啊 然後就掉到 掉到嘴巴裡面去 欸好好吃喔 幹 結果 欸 微縮膠卷在那個 安尼亞肚子裡面 然後那個 一開始 一開始他們沒有講 那個設定的時候 我在講 幹那裡面是不是 有劇毒之類的 結果沒有 沒有沒有沒有 對 微縮膠卷在安尼亞肚子裡面 沒有 我本來還以為是 吃了以後會變聰明 長得像那個 膠片之類 那 來 怎麼不見 可是他看起來比較像一個晶片 我以為是那種 我以為是那種 傳統相機的膠卷 沒有 那個是微縮膠 應該是放大 對啊 那個是膠卷啊 要用顯微鏡才能看得到 對 就是因為他不小心把 也不是不小心 我覺得他根本故意 他把那個巧克力吃掉了 然後 所以那個什麼 問那個上校 那個上校都說 那個什麼 我其實覺得上校還算人道 就是叫他拿出來 要不然 那個時候你們 我就親自去 剖開他的那個 肚子 然後身上 他身上還拿出一把小刀 我幹 壞人 好壞 然後 然後接下來安尼亞就自己在那邊 那個時候 難道我那個 拉出來 這件事情 那個時候很重要嗎 我那個時候 我大便會影響世界局 不行 我不可以打 然後接下來就先 所以這樣叫說 等他拉完再把他殺掉 所以說他就不敢拉 是啊 所以他是怕拉完會被殺掉 等他拉完再把他殺掉 後來忍不下去 他直接剖腹 好吧 重點是 要叫那兩個人執行 那兩個人怕怕 沒有 這就是那個兩個角色 比較不會讓人家討厭的原因 因為他就是可愛的角色 就是笨蛋 對啊 應該說是有點良心的笨蛋 好吧 Alright 就是小奸小惡行 就不會讓你特別討厭 但是我覺得那個大反敗就是塑造的 比較失敗 就是前面 開始出現很有架勢 很威眼 到最後其實他也是個笨蛋 對 因為沒有他已經 我覺得因為是因為沒有給他太多的機會 讓他那個時候展現他的威能 就是他 前面總是在那邊講好像很酷啊 反正我們接下來就要戰爭啊 然後或是動不動就料狠話有沒有 對但是 你會發現說 他其實 滿遜的 常常會有一些 莫名其妙的 對 就是他到最後 他唯一 怎樣 他唯一厲害的能力 就是因為他美食啊 他鼻子很黏 他就是用這個才 識破那個黃昏的那個 是假冒的嗎 只有這個能力比較厲害 因為他會聞啊 他的那個鼻子很黏 他是美食家嗎 所以就會聞到味道 對他說 欸你是那個什麼 裡面的那個什麼 那個餐廳裡面的那個人 欸 我這個算厲害了喔 對人家意容就是會被識破的 你知道嗎 我也可以識破 你是不是斷線 沒有現在回來了 因為他就 回來 他會一瞬間突然間來一下這樣 好吧 不過我覺得比較可惜的是 這部的話 欸因為他 就這樣講的 因為他要 保持跟那個 欸 電視版的獨立性啊 就是可以讓大家看得懂的話 比較少連結的話 變成他裡面 除了這三個主角 跟一個 就是裡面出現了新的 畫圓角色 其他原本的一些配角啊 就出現的 欸 就太少 你知道嗎 包含像阿尼亞的一些同學也是 很片段一下 出現一下而已 然後 對啊 然後那像 育兒的弟弟 耶也是稍微 出現一下 就沒有 就是其他 原本 在 電視版裡面一些 比較 重要一些配角啊 很可愛的角色 欸 這部電影反而就沒什麼 表現機會 會稍微可惜一點 嗯 對啊 不過我比較意外的是 欸 最後彩蛋 竟然是我們絕毛哥 哈哈 哦 我覺得還好 因為他就是在前面 只有那個什麼 說他找不到那個 什麼利口酒啊 結果就是 然後就 就叫他 結果沒想到他 搭車去了以後 大家都被淋回家 找酒那段也滿有 滿有趣的啊 就是那個黃昏雪 那個不肯的任務啊 哦 你說他那個釣啊 釣鋼師啊 然後去 闖進人家的一些 地方 去偷人家酒 哈哈 我覺得那段滿有趣的 就是 常看電影的就會知道 那個梗在哪裡啊 哦 沒有 《間諜家家酒》本來就 滿多電影梗的啦 就是像他 我覺得那個什麼 尤其是約爾跟那個黃昏的 那個搭配 那基本上就是史密斯任務啊 是吧 是啊 但是然後他世界的那個什麼 故事的那個氛圍 事實上是在那個 第二次世界大戰 應該是在後冷戰期 就是冷戰吧 像是冷戰期啊 但是 他們的世界看起來像二戰 他們看起來 他們的世界觀看起來像二戰 但是就是 沒有打 沒有打起來 然後可是美 可是美蘇兩國的感覺 但是你可以看得出來 西國啊 欸 他們 西國嗎 就是反正那個什麼 安尼亞他們住的那個地方 感覺起來是德國 看起來像德國 對 好吧 Alright 就兩位看過 那個赤男的爸爸 就長得跟希特勒一毛一樣 一毛一樣 一毛一樣 可愛化的 好吧 來那個什麼 我要分享一下那個什麼 我們那個 木棉花這一次其實還蠻努力的 做宣傳的 你知道 對啊 欸我很意外 他這次 還有排那個 IMAS的大廳 因為就是 你知道 這幾年來 那個什麼 動畫的 劇場版 那個 商機無限 對啊 對啊 請問 去年 台灣最賣的電影 竟然就是動畫片 對啊 從那個什麼 灌籃高手啊 你知道 還有大哥沒輸啊 那個那個什麼 鬼滅之刃 鬼滅之刃 對對對 大哥沒有輸 大哥沒有輸 還有倉鹿與少年 你知道 倉鹿與少年 那個 明明什麼都沒告訴你 大家也看不懂 但是票房也很好 對 你知道 你看他 所以他這一次卯足的勁在做宣傳 你知道 現在我就收到這個 阿尼亞的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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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巧克力 巧克力 沒有 打開來裡面是那個什麼 是 是一張那個什麼 邀請函 哦 哎呦 做得還蠻精緻的 對 然後上面 後面有寫 你的你的任務就是要把 把它拍照然後上來一句 好好好 對 然後hashtag 間諜加加走劇場版 或者 SpyFamily CodeY 1月19上映 讓很多人知道 對 可是他這次比較特別 一般這種都是 他如果有中配的話 同步上映 可是他 中配好像是2月才上映 講到這個就有故事了 中配的翻譯正好就是 我們認識 我前一陣子不是去日本嗎 對 就是日本 然後那個 翻譯跟我們是同 就是一起出去的 然後 欸 這故事真的 我覺得很辛苦 你知道嗎 就是 我正好那一天我們要回來 就是大概1月4號 1月5號凌晨 因為我們大概在4號的晚上10點 然後去機場 然後 然後 結果呢 那個 那個稿子 就是那個 他接到工作大概是在 中午左右拿到 然後 問什麼時候可以好 然後 我們人都 我們大家都在外面喔 然後 他就必須要去找到一個地方 然後那個 在那邊工作 然後我們就幾個 就是因為晚上 我們大概晚上10點才要去機場 所以那段時間 那天我們就 去秋葉原走走逛逛這樣子 對啊 然後 然後 翻譯就很可憐 就是在 在咖啡店自己在那邊一直打 一直打 然後到 工作也還沒有結束喔 然後到那個什麼 晚上我們到機場 然後他還要在 機場旁邊的咖啡店繼續工作 然後我們在那邊 對 然後 中文版的字幕 中文版的配音的那個稿子 就是在 就是在那一天晚上這樣趕出來 然後再交回去 好 好吧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說 哎呀 那個時候要去看見見加拿酒啊 然後 然後說 哎呀那個時候 那個他就說 那個在你看的時候 要想到我們那個 工作的辛勞 哈哈哈哈 好吧 他還送一支巧克力喔 對 就是不能吃 他怎麼沒有送一顆 對 那應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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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se by case的吧 那個 可能就沒有加薪了 對啊 好吧 還蠻有心的喔 他還送兩個立牌 你知道 這兩個立牌蠻有趣的 雖然我 雖然我一直都在覺得說 那個什麼 與其拿那個什麼 立牌不如送景品 不過你知道 但是你知道 這個 這個立牌的好處 就是 你當你想要秀任何東西的時候 你就可以讓安妮亞在旁邊 化修 你知道 對 還蠻有趣的喔 比如說像這樣子 你知道 看一下 假設我們的飛影 那個什麼 拿到飛影精品來 你可以讓安妮亞在旁邊 安妮亞喜歡飛影 嗯 呵呵呵 好吧 OK OK 我突然發現 欸這次的主題曲 是那個喔 新演員 新演員 一直都是那個什麼 他在那個 第一季的那個什麼 就是 在唱片尾曲的 所以劇場版 那個什麼 讓新演員唱劇 讓片尾曲也是合理的 對 你可以去看 不過我好 我來 你們都講完了嗎 講完的話 我先說我的結論 對於我這個看過 兩季動畫 動畫版的人來講 我覺得劇場版口味清淡 對 口味清淡 就是如果你看過動畫版的話 你會覺得電視版 更棒 更精彩這樣子 對 但是呢 我個人是覺得 如果你是沒有看過的 因為我覺得這支劇場版 他的他的那個使命啊 他的使命 他的任務目標 事實上我覺得有點是在抓像雞塊哥這樣子的人 就沒有看過動畫 然後可能知道這個品牌 對 因為畢竟間諜加加9我覺得啦 在這一兩年其實已經迅速累積 成為一個那種 他是有破圈 你知道 這之前不是在聊嗎 大的出圈 對他出圈啊 就是他不是動畫迷們自己在看的東西 他是大眾 他已經是變成大眾向的東西了 對 那問題是很多大眾是知道了有間諜加9 可是沒有去看啊 你知道 這就是他已經變成潮的話題了 所以 他已經變成潮話題了 所以 會變成很多人是知道有間諜加加9 然後 沒有看 然後在這個時候推出劇場版 事實上就是在幫助這群大眾 就是讓大眾 入門 你知道嗎 我真的覺得蠻明顯的 這一部劇 這一部這一部那個什麼 他等於就是講一個新的故事 可是這個新的故事的門檻 入門門檻非常非常低 可以讓大家 直接就進去 而且一開始重新再介紹這些人 用旁白去介紹說 這個爸爸怎樣啊 媽媽怎樣啊 女兒是怎樣啊 但是呢 花了一番功夫齁 但是我其實覺得蠻厲害的 就用旁白的方法讓你 瞬間大概就知道 要不然的話 老實說我覺得 見你加9那些人物關係 是一開始要 讓我去跟你介紹 可能很多人會覺得很煩 你知道嗎 因為 黃昏啊 約爾啊 然後還有那個安妮亞 他們每個人 你要跟 你要跟一個完全不認識的人解釋說 我跟你講啊 這個人跟 他們兩個是夫妻 但是他們不是真的夫妻 然後 這個男生其實是情報員 這個女生其實是殺手 但是他們都不知道 對方是殺手跟情報員這樣子 你不覺得我這樣 開始介紹的時候 對方就開始覺得 嘎啡笑啊 他說史密斯任務啊 對 可是 現在很多人沒看過啊 對啊 所以 就是 史密斯任務也好一陣子啊 老實說 他們兩個都離婚了 你知道嗎 比特跟安傑利亞全力都離婚了 你知道嗎 那個都已經 對很多年輕人來講 都有一個三個四季的事情 成年往事啊 成年往事啊 然後 大概是我三十多歲的時候的事情 啊 廢話你現在才四十出道 但是也十年啊 對很多人來講 就是像一輩子一樣 然後 哈哈哈哈 一輩子 對了 你不能夠用老人家的那個什麼 的時空的心情 去看 那個什麼高中大學世代的 你知道嗎 因為對他們來說可能 真的是一輩子的事 你知道嗎 對我們來說 不過就是十年 我那時候才剛出生耶 對 對 然後 這時候我有講嗎 李田共說 他從小那個時候 聽葉未眠到大 你知道 從小 從小欸 聽著聽著就長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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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未眠也才 才六七年啊 他說從國中 一路聽到大學啊 大學都已經第二年了 再過兩年 大學就要畢業變社會人了 對他們來說 這個時候這段時間很短 好好 對 但是 你知道 好 總而言之 你知道 本來的那個 間諜加加九的故事 是不好 不好介紹 但是帶他們去看這部電影 你有辦法在五分鐘內 就知道這 這五個人的那個什麼 這一家人的那個什麼 來龍去莫 而且是很簡單的介紹 對 就立刻就上線了 立刻就開始講 然後接下來就是各種甜蜜點 各種小故事小劇場 基本上這部片 我覺得 為什麼會說 看過動畫的人 就是看過動畫兩季人 會覺得 不過癮 因為我覺得這部片 他所有的發生了一些小事情 除了 剛剛提到的廁所之神 跟這一次的那個大反派之外 基本上所有的事情 所有他們所做的事情 幾乎都是 在動畫裡面都出現過的事 他們都從 他們算是重複了一次 就是在重複玩了 你可以想像 比如說那個什麼 說象征的人 再講了一次 那個再抖了一次 一模一樣的包袱 再玩了一次同樣的梗 這樣子 對於看過動畫的人來講 會覺得有一點溫馨 他又來了 他們又來了 這對夫妻 就是這個樣子 他們又這樣子玩 然後 但是對於還沒看過的人來講 就很新鮮啊 很可愛啊 這樣子 對 我是GG說 加強版總級篇 後面一個X 其實也沒有 不能夠這樣說 因為他故事其實是 新的 對 只是他們做的事情 對 只是他們做的事情重複了 這樣子 對 好吧 不過很多很多 那個什麼小叮噹的故事 不是也這樣子嗎 通常每次大雄跟小叮噹 都要再顯現出一次 他們的個性 然後就會再做一次很類似的事情 對啊 然後比如說 那個什麼 欸 好啦 以我個人觀點齁 約爾這一次就不夠性感了 你知道 因為他在這一次 我在看之前還在跟人家講 你知道嗎 這一次他們那個什麼 幾個人全都換衣服了 你知道 對 那為什麼要換衣服 因為動畫裡面的衣服不能隨便換 對不對 就是你知道那個 我們那個睡美人每次出去就是那一套衣服 然後回到家裡面就是那一套衣服 然後那個 在去上班的時候 就是玉山銀行的樣子 玉山銀行 綠色套裝這樣子 然後 所以那個衣服不能換 你感覺起來好像他們 永遠都是只有那一套衣服這樣子 對 但為什麼呢 因為 你這樣 你必須要衣服一樣這樣子 在工作上面才 比較不會出錯嗎 不然就會發生像那個 機動戰士鋼彈裡面一樣 就是 不小心把褲子塗成肉色吧 然後就會變成他在那邊笑說 布萊德那個什麼 那個 跟米萊 跟那個什麼 跟那個米連啊 米萊啊 米萊 米萊在布萊特的房間裡面 不知道為什麼 突然間褲子脫掉了 然後穿裙子 然後 然後 然後他還笑說 他稍微應該就那天生出來 你知道 好吧 好 再說一次 史密斯任務的影集 2月2號要上Premium Video 可是 我得說 他們那個巨招戰 我其實沒有辦法 欸 那個顏值真的有差 好不好 因為 本來 史密斯夫婦 就是賣那兩個人的明星魅力啊 以前的史密斯任務 是賣布萊德比特 跟安傑尼亞球力啊 對不對 而且那時候他們兩個人 就是顏值正勝的時候 對啊 然後那個這一次史密斯任務 是變黑人 男生跟那個 嘿嘿嘿 欸 那個女人應該是黃人吧 對啊 黃人 黃人 亞洲啊 亞洲人 亞裔啊 然後那個感覺起來 兩個人又很邋遢 好吧 就 就比較沒有那個 真正巨星的那種氣 好吧 亞洲人 那沒有總而言之呢 那個什麼 間諜加加九 欸 的魅力來源 我應該要來聊一下魅力來源 之前有聊過 稍微有講過 安妮亞的演藝啊 喔 我現在想要講的 想要探討的是那個什麼 間諜加九 為什麼有辦法出圈 嗯 你知道 我覺得 最主要的其中一個原因 是因為間諜加九 他 你看到他這一次出現這幾個人 他們這一家人 事實上呢 每一個人都 可以穩定的抓住一塊觀眾群 嗯 你知道 那安妮亞呢 安妮亞的觀眾群很清楚嗎 媽媽們嘛 對不對 我們先不講那個什麼 他最有可能抓到 應該是說 對他的一個那種 固定應該會很喜歡他的人 媽媽會很喜歡 女兒 爸爸也會喜歡啦 你知道 對 然後呢 呃 我們黃昏呢 我覺得黃昏的觀眾群應該 那個什麼 粉絲群應該是女性族群 然後對 我我我我我我代表 那個 警察明顯嘛 對不對 嗯 啊約爾呢 嘿嘿嘿 就是我們這樣 約爾可能他會 宅宅會喜歡 你知道他在cosplay界 非常紅嗎 我超紅 很紅啊 對 身材好的人妻 你知道 那個時候約爾太太啊 你知道 希望被約爾太太的高跟鞋 採啊 什麼之類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 你知道 就是他們這幾個人的 那個人物造人物設定 也製造出一種 那個什麼 家庭形象 你知道 所以他的家庭形象 那個 也會讓人家 而且他們有適當的賦予一些 那種父母 的 自己看了以後會同理的 的一些故事在裡頭 你知道 像 像在那個什麼 女兒的心目中 爸爸跟媽媽是 最厲害 所以 那個什麼 約爾媽媽是萬能的媽媽 你知道嗎 對 雖然裡面有一個那個梗 除了不能做菜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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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那個什麼 爸爸是萬能的爸爸 你知道 這就是那個什麼 從孩子心目中 去看父母的那個樣子 你知道 所以 父母 整個家庭看那個什麼 間諜家家酒 你知道 都還寓教於樂 你知道嗎 你知道 阿妮亞在那邊 爸爸好厲害 然後這時候 你可以想像一個家庭 在那邊 那個時候 可能那個孩子 還會問爸爸說 那個時候 爸爸你可不可以 你知道 都可能還會有 會有這種劇情發生 就是 這 跟鬼滅之刃比 他是最適合合家 觀賞的動畫 你知道嗎 鬼滅之刃真的還尷尬 你知道 你叫我怎麼教小孩 那邊穿那麼少 你知道 還進來砍頭 對 還砍頭 還進到那個 還進到那個 妓院裡面 然後平方那個忍者 還有三個 忍者還有三個太太 你知道嗎 這樣不行吧 不肯啊 你知道嗎 對 那劍傑加他酒 就沒這個問題啊 對 劍傑加他酒 而且還有 而且他們開槍都有消音耶 有嗎 我記得他 那個上校殺人的時候 不是都有消音嗎 那個都 都 我原本想說 為什麼要消音 嗯 然後我覺得是不是 要怕嚇小朋友之類的 應該不是吧 因為你要講那個 那個機器人開槍的時候 聲音不是很大 對啊 沒什麼聲音也基本上 沒有 動畫裡面那個消音也很正常 他們都是間諜 他們都不是要殺人 對啊 間諜是暗殺人 你說間諜要消音 可是那個上校不是間諜啊 而且他是在他自己的手下那邊 處決一個人 我覺得那邊沒有必要消音啊 那邊沒有必要消音 但是他就是有拿那種消音的槍啊 那個聲音就不像一般的槍啊 這我倒是沒想過 對 好吧 不過這部好像 不是普遍級啊 他好像六 又要六歲以上才能進 六歲以上喔 好吧 就是怕 大概怕小孩子那個什麼 學 學安妮雅吧 因為安妮雅基本上 安妮雅基本上很破壞 你知道嗎 他的行為很破壞 因為他還是有像約而這種畫面啊 對啊 他有稍微剑下血 對對對 只要有剑血 就絕對是六歲以上才能看 其實劇場版的約爾那個時候的尺度 已經下降 已經已經那個時候 下降非常非常多 這也是我覺得那個時候 這一次我覺得那個時候 對於動畫 看動畫的觀眾來講 會覺得失望的 比較沒有那麼 比較沒有那麼滿足啊 到首先故事 基本上都是重複出現 但是但是我覺得他是屬於一種嘉年華事 就是大家 沒有看過的人去看很開心 他有看過人去看會心一笑 因為 你已經跟這個角色很熟了 所以這個角色做什麼事情 果然是他會做的事 的那種感覺 像這一次那個約爾再次喝醉酒 就是 那個真的是梗 因為在本來動畫裡面是 一段也是一樣啊 同樣的重複故事 約爾在擔心自己 那個什麼 是不是沒有辦法 不是一個合格的老婆 什麼 所以 黃昆就看出約爾 那是那樣 那一次還是獨立的一集 然後獨立的一集特別可愛 就是每一集都有可愛點 那一集的可愛點就是 那個什麼 黃昏 想要那個什麼 覺得那個他自己腦袋裡面 不是有聲音嗎 這個 這個行動消這個行動 有沒有不穩啊 然後那個什麼安撫 那個成員也是 我應該要做的事情 什麼之類的 然後呢 然後 然後約爾就是在那邊 我那個時候 我會不會不行 然後接下來喝酒 喝酒以後就喝醉 然後就大舌頭 你看那個電影裡面 又一模一樣嘛 就是那個時候 你到底看 你到底怎麼看我的啊 什麼之類 對 然後這時候 裡面不是還有一個 在本來那一段動畫 的故事裡面是 黃昏這時候就思考說 我是不是要 我是不是那個什麼 應該 約爾他是不是本身出寂寞 我是不是應該 要對約爾做先審嗎 我覺得那段還蠻好笑的 他說我是個間諜 他自己介紹 在我的那個時候 間諜生涯當中 我不知道欺騙 多少人的感情啊 對 所以那個時候 面對他 如果有必要的話 我又會做這樣 所以他就開始準備 要去親他 就準備要那種 要聊 要聊約爾 你知道 但是你知道 聊約爾是一件 非常危險的事情 是的 對 約爾基本上 很容易不受控 約爾很容易害羞啊 老實說他很緊張 就是他雖然是很天人 但是如果你 對他做出必要親密行為的時候 約爾因為過於害羞 然後就會 出現必要之外的抗拒行為 你知道嗎 所以當他出現抗拒行為的時候 如果是普通人的話 可能會被他打死 對 但是好家在那個時候 對手是黃昏 黃昏總是能夠以毫離之差 奪過 你知道嗎 不過這一次就總一個包 這一次就被打了 沒有他上一次也是總包啊 因為他在動畫裡面是 那個什麼 直接踢他那個什麼 約爾就突然間踢他 然後這時候那個 黃昏以那個什麼 翻筋斗 你知道嗎 毫離之差 插過他的下巴這樣 結果第二天靜起來 你知道嗎 整個總一下 總一包這樣子 對 然後這一次是 Sentry Pay Sentry Pay 然後旋轉 結果這個從上面掉下去 以那個什麼 完美的姿勢降落 因為 是去做摩天輪啊 從摩天輪裡面被甩巴掌 然後被甩出去外面 然後 完美降落 你知道 十點上總一包 你知道 總一包以後 然後還要被 安妮雅吐槽 你知道 爸爸媽媽媽在放閃 一掐一掐 很激烈的放閃 一掐一掐 你知道嗎 我們不會日文 我們都已經知道他 知道安妮雅要講什麼 你知道 對啊 可愛的可愛的 這一點 就是那個什麼 如果 應該是說 如果你有看過劇場 如果你是透過劇場版 認識 間諜++9的話 哇 那 太好了 你一定要趕快去看 電視版動畫 電視版動畫更可愛 更精彩 你知道嗎 而且那個約爾更性感 你知道嗎 因為 這一次我就尺度已經 已經那個什麼 補起來 因為 約爾換上了衣服以後 有鑑魚是 合家觀賞 還有那個什麼 他的故事 把他放在一個冬天的地方 你知道 所以大家都包緊緊 對 大家都包緊緊的 對 我本來還在跟他講說 他們這一次 特別換衣服了 你知道 因為 這一次約爾跟那個 這一次那個安妮雅跟約爾啊 跟黃昏三個人穿的衣服 都 都是動畫裡面 本來動畫裡面沒有 知道 好吧 那 如果你是 透過劇場版看的話 你就可以趕快去看動 那個電視版 因為電視版的每一集都很可愛 因為在 在 在那個什麼 劇場版裡面 每個人 人物可能就只有一點點氣而已 像赤子這一次也是一下下 一下 對 然後也是一樣 安妮雅就對他 眼睛眼睛攻勢 然後那個什麼 赤子就在那邊 受不了 你知道嗎 對 那個可是在動畫版裡面 他是足足20分鐘 在弄 在聊那個赤子 然後赤子在那邊 啊 他怎麼這麼可愛 然後 然後臉就紅了 好吧 OK 總而言之 這一部 對於你有看過動畫版的人 很喜歡的人來講 是嘉年華的 你可以進去 看一個新的故事 然後那個什麼 跟他們共享一個 愉悅的 一個晚上 愉悅的那個100分鐘 然後那個什麼 看他們享受 享受他們的假期 然後做各種 你知道他一定會做的事 真的啊 真的是這樣子啊 對 然後你看 像剛剛劇情姐姐說 聽說那個什麼 烹飪比賽 那個什麼 贏的人會拿到星星 我們一開始就知道啊 安妮雅一定拿不到星星 我看到說要集齊八顆星星喔 他在動畫裡面第一天 就因為打那個什麼 長打赤子 然後就已經少掉一顆星了 你知道嗎 對 我看到那個星星 就想到那個 遊戲王那個貝卡斯的那個星星 那個貝卡斯的島 不是要集滿十顆星星 才可以去打貝卡斯 那星星長一模一樣 到目前動畫 直到第二季為止 他都還沒有拿到任何一顆星星 對 啊 對 遊歷這一次幾乎沒戲 你知道 在那個什麼 那個 約爾的弟弟啊 對 那個解控 被抓回去了啊 對 就是說我一定要去 我一定要去那個什麼 那個姊姊在那邊啊 然後就被抓起來 抓起來 黃昏那邊的那個 那個 那個女的跑比較快啊 喔 你說葉維 喔他那什麼 葉維嗎 葉維 葉維 喔葉維在這一次 我覺得 那個 張偉有一些 有戲啦 他已經算是配角裡面戲比較多的 對 但是那個什麼 跟他電視版裡面比起來 那個 欸 還是只有點到為止而已啦 對 因為那個 當時葉維剛登場 登場之後 然後跟黃昏 可是大概玩了大概三集左右吧 對不對 他們還有一起去那個什麼 打網球 什麼之類的 有沒有 然後 然後把對方都擊敗 然後接下來就是 約爾跟葉維的那個 那個對決 你知道 約爾實在太強了 然後這個葉維又覺得認輸 然後覺得到山裡面去特訓 什麼之類的 對 就這樣子的故事嗎 對啊 好吧 就是那個可惜 但是葉維基本上也是一種那個 你如果熟他的話 你就覺得他很可愛 但是那個什麼 如果你這一次剛認識他 你就趕快去看動畫版 去看電視版 你就會 你會覺得他更可愛 然後我覺得 很有趣 小粉絲 對 就是他是黃昏小粉絲嘛 然後 總是口不對心 他表情看起來非常冷 對 但是他的內心基本上超少女的 這樣子 然後每次 唯一了解他的人 就是安妮亞 只有安妮亞知道 知道這個 知道這個 這個姐姐 內心很少女 知道 好吧 OK 好吧 那個什麼 大家可以去看 間諜加加腳扣的 不然這一部 其實應該是 在 應該應該 他會撐到過年吧 他理論上 這個時候上就是要過年檔的 他不是過年才要那個嗎 那個中文版嗎 中文版是2月初 對啊 2月初啊 對啊 那中文版2月初 就是為了要讓那個什麼 小朋友們 那個 搞不好會出個台語版 對 安妮亞 他在講偷刀 狼純 他在講偷刀 狼純跟他 伸手一樣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動畫版裡面 安妮亞常常在講一些 那種怪話 就是人群像垃圾一樣 這種話 對 有啊 這一集 不是有在那個什麼 打那個什麼 槍的時候 有那個嗎 有一句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那個 我記得他打不到以後 他說對方動了真快 哈哈哈哈 黃昏在旁邊吐槽 沒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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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那個 那個其實基本上是在學 那個小朋友那個 會學電視裡面講台詞啊 你知道嗎 會 應該是電影梗啊 但是不知道從哪裡 沒有沒有 那個是電 那個因為那個 安妮亞都會看一個那個 他都會看一個那個什麼 影集啊 他會看電視 然後電視裡面就是那個 諜報劇 你知道嗎 所以他講這些話 全部都是諜報裡面 那個動作片裡面的人會講的話 對 所以你才會看到他在那邊 做那個動作 然後在那邊瞄準啊 對 應該是說安妮亞雖然是女生 但是他的 喜好是非常男生 他喜歡看的東西 事實上很男生 然後他的同學 他的同學 他的同學就很喜歡 東西 就很喜歡很女生的東西 對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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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生叫什麼名字 他的那個什麼 有錢人 有錢人同學 你知道嗎 有錢人同學就 欸 還很喜歡黃昏啊 他這次就 他這次沒什麼登場啊 對 那個什麼 在電視版裡面超可愛 很笨 還有一集基本上就是 看到 看到那個什麼 看 應該是說 看家裡面的那個電視 那個什麼 肥皂劇 你知道嗎 祖父看的那種肥皂愛情劇 以後 會擅自套入劇情 他跟安妮亞其實差不多 你知道嗎 就是 最近的一集 我覺得特別 覺得特別好笑 就是 因為他很喜歡黃昏 對 很喜歡安妮亞的爸爸 你知道嗎 對 然後就是 看到他就暈車了啊 對看到他暈車 然後結果他在家裡面看那個愛情劇啊 然後就看到那個 鏡段的戀情啊 然後 然後就在想說 喔 我也要 我也要那個什麼 來試試看這樣 然後就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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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去那個什麼 安妮亞家嘛 然後看到黃昏以後 就開始在那邊 用各種那個 愛情電視連續劇的那種話 在 在勾那個黃昏 你知道嗎 然後可是黃昏 我覺得那一段 這 喔 見你加他9最可愛的部分 就是表錯型這種 這種梗啊 就是 講話的人不是這個意思 然後聽的人 就是另外一個意思 結果兩個人還能溝通 結果可是我們自己看 觀眾就 在後面笑破肚皮這樣子 對 像那一段就是啊 黃昏在那邊 跟那個什麼 跟這個女生搭話 然後說 欸那個什麼 我很久之前就知道你們啊 然後 這女生就說 蛤 你很久以前就才注意我 你難道對我有意思嗎 完全內心的小劇場展開 在小劇場 然後黃昏就在那邊 黃昏這時候有對 就是說 因為他們家很有錢 是那個什麼 財團的那個女兒嘛 所以那個 我成為情報員 我總是要那個什麼 去打探消息啊 這樣子 沒有沒有 是軍事是那個 軍閥這樣 還是那個 反正 還是做軍事武器的 對啊 反正他們家是有錢人的 那是整個那個軍工產業的那個 那個 的那個什麼 佔據整個軍工產業的女兒這樣 然後這個女兒就在那邊 心裡面想說 蛤 那個什麼 你是不是對我有意思啊 他想要約我出去嗎 我想要幹 不是啊 那個什麼 這個大人對你不會有這個感覺 但是 然後他還會把他的那個什麼 辮子拿下來 然後對他 那個拋媚眼這樣 然後 然後約爾在那邊 然後那個什麼 黃昏在那邊 什麼意思 你知道嗎 然後這個女生還說 欸 怎麼會這樣 電視裡面不是都這樣子 比較一下就有用嗎 是不是我用的 是不是我那個什麼 不夠這樣 然後就在那邊一直重複 這樣 我覺得那一段 也很好笑 然後那個什麼 對約爾那個什麼 產生真的強烈的 敵我意識 你知道嗎 說啊 這是原配 你知道我要把他搶過來 然後 然後這時候還突然間 那個什麼 握住 握住黃昏的手 說 我好像喝醉了 我想說靠杯啊 小女生 我好像喝醉了 然後 我覺得那一段 特別好笑 因為 約爾就 很真心的站起來 然後想說靠杯 那個什麼 你為什麼會 會配合演出 你知道嗎 然後原來約爾想的 不是這個樣子 剛剛是我拿茶給他喝 難道 然後那個時候 我不小心把酒放進去 他怎麼喝醉了 原來 以為他不小心灌醉小孩 然後就 一把抓起他 然後 那個什麼 衝出去 然後要去找醫生 結果在辦公室上 還被車撞 你知道嗎 那時候 被車撞 這不是台灣連續去才會有個劇情嗎 這Michael啊 你知道嗎 恰恰 然後就 就是Michael不是那個走在路上被撞 然後飛很遠嗎 對 這邊也有一樣的戲 對 哇 那一段真的是超級嗨 超瘋狂 你知道嗎 就是 我覺得啦 這個什麼 間諜加加九的魅力 最主要的那個部分就是在 玩那個表錯型的那個梗 你知道嗎 就是這個人這樣想 結果那個人不是這樣想 結果沒想到那個什麼 故事竟然可以繼續下去 所以就就就有那個幽默感 你知道嗎 然後再來第二點 我覺得 這是遠藤達哉啊 就是這個漫畫家 最 的那個優勢 你知道嗎 劍尼加九的厲害之處 是他有辦法 幾筆 然後就 把那個人物的那個表情勾勒出來 然後那個表情 很生動 然後 展展現出來的各種情緒 讓你會覺得超好笑的 對 先不提安妮亞 安妮亞本身的那個演義就已經很強了 所以當時在播的時候 有辦法出圈的原因 事實上就是他那個皮笑肉不笑的臉 你知道嗎 就是 就當赤子欺負他的時候 就說 欸 那個什麼 聽 想起來媽媽跟他講說 欸 你那個什麼 不管 不管遇到什麼事情都要笑著面對 然後才是 才是好孩子啊 然後他就 皮笑肉不笑的那個 長了一張臉這樣子 結果這個 在網路在社群上面引起大轟動 對 那 還有那個什麼 各種那個什麼 安妮亞的那種表情 奸詐的表情 害怕的表情 然後恐懼的表情 他的基本上每一張 而且每一個臉啊 基本上你都很容易就會看得出來他的那個 他的他的情緒 所以 我就是覺得這個什麼 這個是這個系列厲害的地方 應該是說 這是劍體加加九 跟 葬送的福利連 那個極端差異 你知道嗎 對 葬送的福利連 基本上大家都是面無表情的 偶爾才會突然間來一個這樣子 可是 劍體加加九 就是常常 你基本上很難看到安妮亞 有沒有表情的時候 他基本上那個什麼 常常在各種表情跑出來 可是觀眾大家在看開心 都是在看他有各種表情的時候啊 對啊 然後那個 表情第二多了應該就是 約爾吧 你知道 約爾的那個 會錯意的那個戲特別多 然後他會錯意的時候 因為他還賦予他一個巨大力量的女人的故事 的那個設定 所以你就會看的時候 會覺得各種幽默 你知道嗎 對 像在這一次劇場裡面的一些小事情 你知道嗎 對 欸 你們剛剛不是提到那個什麼 最後飛船要 最後飛船不是要墜毀的嗎 對不對 對啊 飛船墜毀 飛船墜毀 然後接下來我們黃昏要 掌舵 你知道嗎 然後 掌舵然後那個什麼 最後不是千鈞一法之計 那個什麼 黃昏沒有辦法抓住那個什麼 一個人的力氣抓不住 你知道嗎 然後接下來那個 我們接下來就要展 展現家庭的力道 你知道嗎 家庭的力道 對 Family 然後這約爾 抓住約爾也來幫忙 然後安妮亞也來幫忙 你知道嗎 然後接下來你就看到 就安妮亞的表情 是最最最最猙靈的 但是我那時候 又很大力啊 對 但是我那時候心中想說 應該幫最多忙是約爾 你知道嗎 因為約爾之前在電視版 做很多事都是 不小心做了什麼 然後東西就壞掉 你知道嗎 或是旁邊的熊 被他的暴力 他的暴力給嚇到 然後沉浮於他 什麼之類的 對 他是破壞狂 對 最近的一場戲是他去抓貓 去幫忙抓貓 對 然後貓 貓根本就是那個時候 就躲來躲去 直到那個時候 約爾拿一個東西砸到他旁邊 然後約爾嚇到 旁邊的那隻貓被嚇到 你知道 因為旁邊的東西毀滅了 就 然後等他把貓抓回來之後 貓根本就不敢動 這樣 好吧 那個時候 這是我覺得那個時候 裡面可愛的梗 對 那好 差不多就是這樣子 沒有看過的人可以去看 是一個很好的入門 有看過的人去看 你應該會覺得蠻開心的 但是我個人的感覺是 沒有電視版精彩 對 好吧 約爾一個人怪力就可以掌舵 最近 因為我覺得 以電劇場版的戰鬥 我覺得給約爾的戲不夠多 因為他的對手感覺起來 只是一個很特別的造型 但是沒有 沒有什麼故事 你知道嗎 對那個什麼 比起來可能那個 第二季動畫裡面那個 約爾上 上郵輪的 郵輪那段還不錯 還比較精彩 你知道嗎 兩三集 然後接下來 哇 整整兩集約爾都在打人 你知道嗎 基本上是鋼鐵刺客 你知道嗎 1比1 黃昏應該打不過約爾 對應該是打不過 因為那個 尤其那個什麼 在第一季裡面 故事曾經有發生 那個約爾喝醉酒 那個 那個什麼 使出權力來 那個黃昏基本上幾乎快要輸掉了 要不是因為最後 約爾 睡著 對 那個 那個 黃昏應該會被殺掉 好吧 這個基本上 你看 這也是一個那種 讓家庭的人看了以後 太太看了會非常滿意的一個片段 對 就是那個什麼 這個家庭裡面 老婆比較強 老婆戰鬥 老婆的那個什麼 的那個 肉體是最強 對 阿先生 對 先生是騙人最厲害 其實他們有點反過來 你知道嗎 因為先生會做菜啊 然後先生那個什麼 欸 你可以發現那個黃昏基本上在 處理很多東西 找食材啊 什麼的 都很擅長嘛 很快 所以這一家買菜是 幾乎買菜感覺起來 應該說黃昏他的設定 他就是一個計畫筒 對啊 對 那不是他會規劃好 然後他的 他做很多事情都是快的 對就是可以 他是一個很會規劃的人 而且他 還有效率啊 有效率嘛 對不對 對那黃昏 那約爾呢 約爾基本上就是怪力 怪力蛋 單細胞女人 然後他基本上 老實說他 嚴格說起來其實不太適合 擔任家庭主婦 你知道嗎 難怪他會那麼緊張 你知道嗎 做菜不行 然後出去買東西 然後那個什麼 安妮亞會常常跑掉 你知道嗎 所以你看到安妮亞跑掉的時候 約爾很緊張 約爾的緊張都是那種 完蛋啊 那個什麼 安妮亞被抓去 抓去那個什麼 抓去賣掉 被抓去結婚了 你知道嗎 對啊 所以第一季最可愛的戲 應該是第一季 後半節最有趣的戲 就是這個啊 對 那個什麼 安妮亞 結婚還太年了 對 對好吧 OK 黃昏應該也是 也已經是地球的人極限 沒有我覺得 約爾才是地球的人極限 你知道嗎 是啊 很多動畫的粉 常常會把那個 那個什麼 約爾那個頭球的畫面 直接接到那個什麼 新刺激福音戰士的片段 或者是那個 毀滅的那個瞬間 對 因為 動畫組啊 常常在做的時候 他投球的時候 給他效果 動畫效果看起來超恐怖的 你知道嗎 對 然後基本上 只要有跟他對決過的人 都會覺得 趕快要沒命啊 你知道嗎 好吧 不過第二季最後是有一個 可以跟約爾勢均力敵的男人 對 就是打到後面 那個 既然可以把他打到 既然可以把約爾打到那個什麼 他 他快要打不過的樣子 不過那個 那是因為 車輪戰加上約爾那時候 心不在焉 嗯 他就一直想要 想說他不要幹這個 就是幹完這一票 他就要退休 因為約爾 因為約爾他害怕 裡面那一段就在講說他 因為 約爾在擔心 開始怕死了 裡面有 這一段是應該描繪吧 就是他的 因為他在擔心自己開不到家人了啦 對 所以就 就發現他好像變得比較做 比較猶豫了 知道 就是他有簽過啊 除了簽過的話 他其實他一直在講啊 那一段更多是他講說 他找不到為什麼他要繼續這樣做 他說因為 因為有理都可以自己養自己 那我這樣做 我就只是在殺人而已 然後他就自我懷疑了 那一般自我懷疑 另外一方面也是 因為他對於當媽媽 沒 其實他很擔心那個家庭 不需要他 Always 你看這次劇場版也是一樣 欸這個 是不是那個什麼 是不是那個黃昏啊 欸 欸吧 那個什麼 佛傑 欸那叫什麼 他的本名叫什麼 佛傑加 不是佛傑是姓啊 對 約爾是怎麼稱呼 佛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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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在那邊去拿那個帽子的時候 臉就已經跟那個 貼在一起 貼在一塊 然後 然後這個時候正好被 午休的約爾看見 你知道也只有約爾看得見 你知道 因為三四有過遠 然後就 這麼遠 你怎麼看得到他 然後旁邊的人都看不到 就你看到這樣子 對 但是約爾內心就有疙瘩啦 看到那個什麼 他的先生 洛伊德先生跟人家接吻 發生什麼事 但是 那個什麼 心中又覺得 不好意思提出要求 因為我跟他的婚姻 不是真正的婚姻 對啊 明明是葉維 約爾怎麼不認得 沒有啊 約爾就 人家都已經變裝了 約爾就當然就不認識啊 對啊 拜託 人家葉維都已經當那個什麼 都已經 都已經假扮成 他在劇場版都已經假扮成 那個什麼 飯店的那個waiter 都已經走到門外 然後約爾還是看不出來是他 你知道嗎 所以 不然又會再玩一次 那個什麼 外遇梗之類的 沒有 沒想到沒有 就那個飯店那邊的時候 應該是時間不夠了 不然應該可以繼續玩的 你知道 洛伊德先生 你知道約爾有非常多的情敵 你知道嗎 有業為這樣子的 然後也有那個 也有小學等級的 你知道嗎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只是小學 小學等級的 不管是小學生 或者是業為 都 到最後全部都是被 蠻力給蛇服 你知道嗎 都覺得 我輸了 贏不了你這樣子的女人 你知道 對 因為大家都表錯情 都以為 洛伊德先生要的是強大的女人 但是根本就不是 你知道 好吧 好吧 Alright 好吧 可以去看 這個我覺得他是非常適合 一家觀賞的片 對 看完大家心情都會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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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